一輛營業用貨櫃車 昨天晚間八點多 行經國道一號南向七點三公里 處時 失控翻落邊坡 壓到行使在基隆市七堵區 實踐路的最小客車 一共是有兩個人受傷送移 國道警方接獲通報之後 立即派遣巡邏車前往查看 並且通知交控中心 緩撞車 救護車以及消防隊前往救援 遭到撞擊的自小客車駕駛 二十八歲的楊姓男子 他意識清楚 生命跡象穩定 送往市值國泰醫院治療 而護櫃車駕駛 四十二歲的葉姓男子 脫困之後意識不清 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